这一期视频呢,确切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现代、当代,这个社会上流传的一种新型的牌坊 什么叫新型的牌坊呢? 那就是独立女性 而这个独立的标准呢,并不掌握在女性手里 反而掌握在男性手里 比如说啊,女性读书毕业后 你得是从原生家庭里是一穷二白的光着屁股的被赶出来 你要白手起家 你父母的财产那想给谁就给谁 大部分都给了他们家的男保了 因为你是独立女性 不这样啊,那你就是白眼狼 养你这么大就是为了惦记家里的财产 爸妈生你还不如生块叉烧 你要自己买车买房 在当今啊,就是大学生 现在居然清华毕业的大学生 还有什么伦敦政经大学 政经学院,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毕业的 居然回国去送外卖 与你的工资多少倍 就是你不吃不喝,扎起脖子来不吃不喝 三十年你也买不起这个房子 然后呢,你还不能想着家里出首付 你不能想着你未来的老公婚前买的房子 加你的名 因为你是独立女性 你不这样你就是啃老败金捞女 你就想出逼,拎逼入住 你呢,还不能要财里 你最好呢,还要自带嫁妆 因为你是独立女性 不这样呢,那你就是你父母卖女儿 你自己卖逼,卖子宫 你要了老狗逼家的命 你就是只想要权利,不想要义务 谈财里呢,就说是传统 谈家无育儿呢,就说平等 说你是田园女权 不是有一个傻逼的狗逼老公 说缺姐是什么田园女权 缺姐就反过去说 她就是田园男权 这个现在的独立女性呢 还必须得自己带吧 不能让公公婆婆 自己的父母,男家父母带 不能和对方家庭有冲突 因为你是独立女性 不这样,那你就是在啃 双方父母的老 你自己生的孩子 你就得自己负责 你还得是在职场上 不能靠任何关系 你要堂堂正正的升职创业 就算有人卖也不能用 有贵人也不该帮你 因为你是独立女性 不这样,那就肯定是靠逼 卖逼税上去的 生意不知赔了多少晚 拿到的合同 不知道你是卖了多少次 逼你才拿到的这个合同 这个没资源 又不独立的女性财 所以你要独立 你有独立女性的标签 你就可以不用 你就不可以装资源 甚至不能用资源 你用了资源 你就不是独立女性 所以这套逻辑 就可以无限的循环 就是是个女的 就有男性和一些精神婊子 来审判你是不是独立女性 不管这个男的 他自己是不是独立男性 他往往都是田园男权 田园这个寄生男的寄生虫 男虫 但是人就账点 就可以直接做上评判席 评委席 就来审判你是不是独立女性 那想问一下 这些做上审判席的这些屌子吗 你们自己有几个 不是靠家里的父母 给你们房子出首付的 请问你们自己是独立男性吗 请问有几个找工作 现在的这些男保找工作 不是靠父母的人卖资源 你深植教育 你不是靠你陪着领导去嫖娼 去喝酒 你去卖屁眼 你才升职加薪的 那确姐太清楚 在职访上打拼这么多年 太清楚那些狗逼倒灶的男同事们 所谓男同事 确姐认为他跟确姐 都不是一个档次的 只是说在一个单位理工事 他们只是打仨的 既然上不了讲台的男辅导员 能凭一个讲师的职位 支撑 真是可笑 他们还比你连这个讲台 我们的意见看都讲不了 你居然能当上讲师 你凭啥 不就凭你卖屁眼吗 然后呢 只要这些男的 他都是 都是什么都可以审判旅行 既然有个卖屁眼的男辅导员 说缺姐变胖了 说缺姐什么 吃了饼干身材会变好 那缺姐还想说 那吃了饼干你脊胞还能变长呢 对吧 这个世界上啊 就缺姐可以说啊 缺姐 摸爬滚打这么几十年 就没看到任何一个 从工作以后就 再也没有从他家里拿钱拿资源 结婚后不抢占女性的资源 比如说平分家务 是否生育 孩子干关性权 直接让女方决定的 然后呢 你事业上呢 你别卖屁眼了啊 你别陪领导去嫖娼啊 你别陪领导去给领导挡酒啊 当领导的这个酒篓子呀 你事业上有没有拒绝 这种卖屁眼的关系呢 你有没有拒绝啊 这些男领导的帮助呢 所以呢 就就就就 缺姐就看到了 就既从原生家里拿好处 又从女性那里拿好处 又从所谓的男性啊 领导那里拿好处 这种三维一体啊 他都没拒绝 他都不独立 然后他却成为独立男性了 但是呢 这并不影响这些所谓啊 这个田园男权们 做上了评委席 如果你说呢 社会氛围啊 是牧强 牧权 可是呢 他们又指牧强男和权男 你要是强女或者是权女 他们首先要进行审判 并且是污名化你 然后呢 这个 你如果发现 人家在这方面 确实真的是才能啊 这个女性啊 这真的是强女啊 权女啊 真的是这方面 能力工作能力 学习能力特别突出啊 才华特别突出 但是同时呢 又没办法污名化 人家就是 两性关系非常之干净啊 非常之简单 清白 到下一张纸要啊 简直无懈可击的时候 又要找到新的一轮的角度 来进行审判了 比如说杨丽萍 杨丽萍的舞蹈的这个 他的这个艺术成就 这就不用说了吧 大家就举不公认的啊 但是呢 对男性就可以审判啊 你还不是没生孩子有什么用 你没生孩子 你这边活着 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你活着有什么意义啊 你活着有什么用 如果你说呢 这些屌子呢 对独立女性啊 是要求极致 但是他们对女性要独立于男性啊 不加入婚姻 不加入恋爱 他又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啊 来进行痛批 比如说单身 不婚 不生孩子 或者说是 我未婚啊 单身 然后我买精生子 都是痛批的点 比如说什么 给孩子找个店啊 你不给 让孩子这个 童年不完整 家庭不完整啊 如果你又单身 又不婚 又不育的话 男就不生孩子 国家就灭亡了 比如说丁克的啊 缺姐这种丁克的 又被成为痛批了 他妈的你 你居然你这女人不结婚呢 不生孩子 你结什么婚 居然有这种精神屌子 问缺姐 他妈逼你 你难道你结婚 就为了生个孩子吗 你生个孩子 你他妈比你 倒是有点子宫道德 你自重点 你他妈找个 长得但凡过得去的 你确姐都不会这么看不起 你长个猪头三 剩一堆猪崽子 确姐能看得起你吗 如果你说呢 这笨屌子啊 他不止关心独立女性 他还关怀啊 无法独立的弱势群体 但是呢 他们其实又不关心 那些身残体弱 遭遇重大变故的女性 他只忙着 赞美那些牺牲自己 照顾身残体弱 遭遇了重大变故 男性的女性嘛 他们只赞美这种 就是你只要是 为男性奉献一生了 他忙着歌颂 不独立这个男性身边的 奉献型女性 比如说替夫还债 比如说这个刘涛那种 演员刘涛那种 替夫还债 歌颂这种 在歌颂那种 徐若兄那种 替他那个假富豪 真破产的老公还债 然后呢替老公 养他公婆的老 这种 比如说呢替他这个 娘家的老爹啊 服他弟弟 当一个服帝模 这种 替他父母 那个不要脸的 老不害臊的 四五十岁 还他妈 吭吱吭吭吱 下屌子的这种父母 把自己的小弟弟 当成自己 操出来的 小崽子来抚养 哎他们歌颂这种 这才是这个节母啊 节母啊 是掌解威母啊 他们特别歌颂这种 总之呢 说你想当一个独立女性呢 你要自证自己是个独立女性 你只有这一条路 但是呢 吊子们坐在审判席上啊 标准却有千万条 所以说呢 在这种吊子们的 平反体系里呢 这个女性只能落得一个什么呢 到死都要成为验尸的下场 什么叫验尸呢 就你死了 我都可以强奸你这个 监尸 验尸就是被强奸的尸体 被强奸的女尸 叫验尸 他们你死了 他们都要 这些屌子们都要强奸你的尸体 你看看 精神上强奸你的尸体 所以说你说这女性这么高 那就是你别扛什么 独立女性的牌坊 你看缺奸 这种自打结婚 就自打 要结婚就辞职 他妈跟着 跟着元丹妹 他妈老娘 猪八戒白手 不伺候 他妈老娘炒掉你们这帮屌子吗 老娘就是不干了 这种 老娘还就是不工作了 还就是不出去赚钱了 老娘还就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了 你说我不独立女性 但是我缺者觉得自己挺独立 而且呢 还能牵着自己的 这个至少身边的人鼻子走 这就叫独立女性 至少缺者精神独立 至少缺者有和 招身边的人 进行价值交换的 这种独立的价值 不管缺姐在职场上 还是在家里边 都能独当一面 都能成为家里家外的主心骨 这就叫独立女性 你我缺姐从来固男性 和现在的这些 这个婚侣们的标准 所谓的这个 独立女性的这个排放 扛在自己身上 你他妈说的 我们怎么 其实还就是家庭妇女 还就是独立女性 你不承认也没办法 所以说女性怎么搞的 就是你不要管 男权和精神屌子 那些披着女皮的 精神屌子们 怎么给你定义 只要你自己精神独立 但是你自己本人 是真的有价值 你别本人 就是他妈 你就出个逼 就像缺姐 最近接触的一个女网友 什么都不行 什么都丑狗事 他连对人的心态 都没有诚意 最起码对人的诚意得有 你刚才干的家务 你就好好干 认认真真干 当你没有其他的 任何价值 你就好好干家务 你把家务做好了 这也是你的价值 连家务都做不好 你都糊弄别人 你都对付别人 然后呢 你就刺着他妈 臭哄哄大把眼 你管缺姐要吃要喝 要这要那的时候 说句实话 你他妈有没有 撒盘就照着你资格 你配不配 你有没有跟别人 进行价值交换 你拿什么去跟别人换 但你没有的时候 你他妈我就出个逼 那可确姐不想 放那个臭逼 那个烂逼 说句实话 那个是有阴道员的逼 确姐不想放 像你这种 以前做鸡出身的 那确姐就是 对你充满了鄙视 又做鸡又搞破鞋 然后呢 到确姐家里 又骗吃又骗喝 还天天要这样呢 还跟确姐 这跟这个脖子 翻背这个密封眼 刺着大把牙 掉门 瞎扔 这种跟确姐 这种 哎呦 这他妈 这是确姐 真的是瞎了眼了 被他这个 网上跟确姐 语音聊的 和视频聊的 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对人没有诚意 当你什么价值 都没有的时候 你就好好做你的家务 你好好提供你的服务 用你的服务 来换取你想要的东西 当你连服务都没有的时候 服务态度没有的时候 你照顾别人的 这个心意没有的时候 诚意没有的时候 凭什么要让你 占别人便宜呢 占便宜没够是吧 这种就不叫女学 这种 他妈要确姐说句实话 不是想荡妇羞辱他 确姐觉得他这种 就是好吃懒做 这极度的厌恶服务别人 他想让别人 围着他转 世界都围着他转 都得夸着他那个丑逼 把他那个丑逼 当美女来供起来 就这种 这种病态自恋型人格障碍的 却姐本来认为是他的那个 那个狗逼 那个野猪老公 是自恋型人格障碍 发现他也有严重的 自恋型人格障碍 那一定要躲这种人远一点 你一定要把这种人 从你的这个 视线中滑掉 把他踹走 那却姐终于给到小钱 弄到小钱 把他打翻了 真的是一条赖培狗啊 你这种烂狗 是你糊不上墙 他完全不懂说 这个世界 你没有付出 你吝啬的时候 你拒绝的付出 但是你却厚颜无耻的 死不要来的 向别人索取的时候 这种人 说句实话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 不可能走得开 不可能行得通 这不是女权 女权不是给这种 这种寄生棚 这种寄生人格 这种是藤类人格 他只想占别人便宜 这种人格来提供一个自喜 想要榨取别人 占别人便宜的 这个借口的工具 女权不是 不是这类 这种藤类人格的工具 女权是什么的 你得不管你用什么 你用什么 你得给别人提供价值 别人哪个精神 情绪价值能提供也行 你什么都提供不了 你处处都让人不舒服 你所有的做 你都是偷奸耍滑 你都是又骗吃又不想喝 好吃烂做 然后呢 把这个缺解架 给造得是默默唧唧 他临走的时候 把卫生纸扔了一地 还藏在床底下 然后窗户呢 缺解让他擦他那屋的窗户 纸擦他那屋 别的屋没让他擦 他自己住的屋 他只擦了半片 半片都没有 一共28片 这个白叶窗 他连两片夹在一块两片都没擦 两边他都没擦 他就骗骗别人 他总想糊弄别 别人大傻逼来 说句实话 这种人 这种心态 他在任何 难怪他周围的人都不理他 都把他当臭狗屎 就绕道走 淡着他 晾着他 躲着他 他老公把他抛弃了 回国内了 他妈 跟他就和两条街 这一两个礼拜 一两个月都不见他 不想见他 死屁赖脸的 还说不 我给同性 同性个屁啊 就这种自作多性 你光动嘴 没行动 虚型假意的这种人 连你妈都不要你 这种人 就是缺解的 所有的女权理论 不是给这种 这种贪良无耻的骗子 这个提供自己 不劳而获的 借口的工具的 这不是 女权不是 女权就不管怎么说 你最起码 你得给别人提供 对等的价值 不管是什么价值 这 然后你让别人 能够跟你在一起 他觉得他 没有吃亏 然后你觉得 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也没有吃亏 这样你才能 把两个人的关系 走下去 否则你怎么能走下去 他这种 他没有自尊 你怎么吃的他 你怎么羞辱他 嘲笑他 挖苦他 他没什么感觉 所以他就只配 被人不尊重 他就只配 被人家踹出来 成为丧家权 这种 缺解对这种 这种女网友 也是觉得匪夷所思 他居然把女权 当成了他 可以去欺骗别人的工具 来压榨别人的工具 这也是 不是缺解所主张的 这缺解要 给大家 这个纠正一下 这点迷思 女权 不等于 你可以 你不付出的 你拒绝付出的 去压榨别人的价值 女权 等于 你要 用你的价值来换去 但是 一定要等价就换 你不付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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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付出的